现在的人主要是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因为别人怎么看我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单 害怕别人的眼光 很多人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因为别人会骂我 别人会讲我 所以就变了越来越忧郁 所以不该讲的话不要讲 有一次有一个禅修法师的一位弟子 匆匆忙忙走过来找他师父 他就说师父师父 边喘气边兴奋的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禅师说等一下 毫不留情地制止了他 他说你告诉我的话 你用三个筛子过滤过没有 他弟子觉得好像师父有点不开心 不解地摇了摇头 老禅师继续说 你要告诉别人的一件事情 你至少要用三个筛子去过滤一遍 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是不是真实啊 呃师父 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大家都在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你就应该用你的第二个筛子去检查 如果不是真的 至少你告诉我这件事情 必须是善意的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是不是善意的 呃不 而师父正好相反 他的弟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个禅师不厌其烦地继续说 嗯 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来筛一下 检查 你要告诉我这么急的事情 是不是重要的呢 这个弟子说 而并不是很重要 禅师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 又不是出自善意 更不知道他的真和假 你又何必去说呢 说了就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惑 其实学博人的话语 是否常常使人得到益处 那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讲出来的话 一定要有益众生 自己过滤一下 你会发现你的一声说了太多 不应该说的话 伤害了太多不应该伤害的人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 谨言盛行 少说话多念经啊 学会守住自己的嘴巴 不要让自己的嘴巴乱说 当一个人能够不说话 他自然就不造口验 嘴是惹祸的根啊 有多少人讲出去的话 像泼出去的水 哎呀 我刚刚蛮好 不要说的 要面子 没关系 这个事情我来 当了众人的面 要了一个面子 回到家里 我又要花这么多钱 我真是 所以要学会 我们讲错话的后悔 还不如在讲话之前 早一点思考 这些事情我来讲